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觉不可量 法界虚空等 深管无乃底 言语道虚觉 如来善通的一切诸行道 法界诸果斗 所往皆无奈 最后这两个计算 是北方菩萨所赞叹的 这两个计算是把前头所赞叹的都归于体 先头讲的佛神 佛神不是变化的 以复非非话 如画法状 事先变有情 这个解诵呢 就解那个 正觉不可量 佛呀 不是用思量而能得到的 不可量 不可用我们这个心的思量来去思考 为什么说他不可量呢 是法界虚空等 佛的法界身呢 跟虚空平等 虚空形容法界身 说他深深广广大 没有乃底的 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用你思量 心里的观察 用你那个想 想不到的 然后大家讨论 表达 言语是说不出来的 言语道断绝 但是啊 这种深深的广道道理 为佛 如来 善通达 这都是要离体上说的 如来的智慧跟那个一真法界的境界相契合了 等于法界说在甚深 才没有乃底 等于虚空界在广大无边 都是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是不可量的意思 所以说法界无奈 自行骗 说智慧骗十方的 也是北方 以下讲东北方 十方的菩萨 而是智床菩萨成佛的神力 普观十方 而是颂言 智床菩萨是表示智慧 智慧 另外以智慧 在表一切的万行之法 有了智慧 才出生无尽诸法 所以叫自闯 那每位佛道 战胆佛说 都是臣佛神力 以佛的 智床菩萨 和智慧的荣 说体荣啊 是不可思议的 以下就说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颂言 要人能信受 一切自无奈 修习菩提醒 其心不可量 赞叹如来出生无尽的 历生的德 假使有人 假使有的众生啊 能够信受 相信 领纳 受是领纳的含义啊 受了领纳了 佛的智慧是无奈的 那你想不想得到 就要发菩提醒 修行菩提醒 假使你要修行菩提醒的时候 那个心就能跟佛的心相契合 就能达到一些自无奈 那达到自无奈了 那个心呢 就有无尽 无穷无尽的智慧 那就叫不可量 不可量 一切果斗中 普献无量神 智慧的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无穷无尽的果斗 佛能献无量神 正是说明了自无奈过 才能献无量神 才能献无量神 很多人说鬼迷上我了 他心里有鬼 在佛献无量神 可是另一众生 在众生的妄想 他也献无量神 你打一个妄想就献一个警觉象 打一个妄想就献一个警觉象 是 本来你是在佛罗斯 在这学习的 那心一打妄想 打到卡滨去了 回家了 好 那就加了那警觉象就献了 那就献一个神 这是妄想神 佛是智慧神 这总因为佛的神通道 咱每个神通也不祥 这个神通是什么呢 是妄的虚妄的 是造业的 不是清醒神 那么也有时候帮助人呢 想想帮助每一个道友 或者帮助每个眷属 这一作业 他就陷在你的钱 你也陷在他的钱 就是你的心呢 陷在 也是无量神 佛的无量神是无边的妙容 是自在的 是自无奈 是泄脱的 佛的心是智慧心不可量 咱们众生那个迷惘的心呢 也不可量啊 你控制不了的 佛是能控制的 佛的智慧是佛能做到主的 咱们的妄想心 咱们做不了主 多下把你这妄想心消失了 跟佛的一切字 相合了 就是你的本有 你本有的智慧 跟佛的 跟佛修等 修正的 修正的智慧 跟咱们本具那个不一样的呢 那本具那个 都不起妙容 因为魅导的修正 这道理很简单 咱这个桌子是木头的 那木头就是树里头啊 有这个桌子 你才能做得出来啊 这叫树的桌子 但是你没假修 树就是树 桌子还不是桌子 佛的心呢 他能产生些妙容了 他铁跟容 是一个 咱们现在的铁跟容 不是一个 就是说的本性 佛性 他不能起佛性的妙容 起的都是什么呢 妄想啊 杂念啊 反而咱们的身口也 就是贪真词 佛的身口也 是戒定会 但是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 身口也的 作业的身口也 变成祝佛的 无奈智慧 一切自无奈 这无奈智慧 这个一切自无奈 是说你修习菩提行 修习菩提行 证得的 就是你要修习 觉悟了 觉悟了 发了心了 发菩提心了 一二零四千 看你的众生啊 得四千受苦 发起身心大悲心了 但是得有智慧啊 就讲一切自无奈啊 就讲一切自无奈啊 现在就我们做一个信 都很不容易 相信吗 有了信了 就能够发心 发了心了就能修普遗痕 修了菩提行了 你那个心不可量了 就是一切自无奈了 那每个寄送都有这个含义了 要这样讲起来 三年十年也讲不完 有好多没这样讲 在奴尔的必须提提大家 要注意了 要你接着观照 这就叫修行 在教育上的名词给定个什么呢 叫观照般若 观照般若 要如果这观照般若 是用你那个般若般若密 是智慧般若来的 观照般若 是根据智慧般若 最后若若就达到十相若若 以十相若若字 这个心才不可量啊 是这样说的 但是要翻过几个反佛 一切果斗中 普现无量身 因为正的无在自 修得菩提行了 心不可量 所以在一报当中 现正报 因为正报 是福德修处的 纳密所得的一报 也不疼 也不疼 怎样不同方呢 咱们看见五台三 在这个的状 荒沙呀 野领啊 山石啊 五台三水不多 大河流没有 嗯 咱们看见是这样的景象 文若若不在住这个地方 他的一报 可不是咱们看见的这个景象 这是精彩世界 嗯 无量庄严 你看祝佛果斗的景象 五台三也是这个景象 嗯 为什么咱们见不到啊 嗯 咱们的正报 是夜报 文若不在是波尔 智慧神 他是智慧境界 他建立这个地方 就不同 嗯 一切果度都是这样子的 嗯 咱们是眼 那大不得的修成的就是静 嗯 成就一些字了 他在一切一报当中 他现的身也不同 神不同 正报不同 一报也不同 嗯 嗯 而且他是智慧神 咱们是夜报神 他呢也是报 咱的报神也是报 他是得 福德智慧的报 咱们呢 也有福德 并不是完全是夜报 还有善业的报 不然你不能献四中弟子相 你能献四中弟子相 比丘比丘的有不善有业 你也是有报有福德 但是跟佛菩萨的福德不能相比了 嗯 嗯 这是现象 本子是什么样子呢 本子的果度 身心 一切世界 都不是真实的 都不是真实的 是幻化的 嗯 真实的是什么样子呢 神不在处 以不住于法 这才是真实的呢 嗯 嗯 所以这个祭僧就说 一切果度中 普现无量身呢 嗯 而身不在处 以不住于法 嗯 就是 既 既是定 定过 而不住 不住 不住的含义 就是 你现在所处所 不起执着 嗯 还有不住呢 不住法体 全体是荣 荣与利益众生 嗯 嗯 一一入来 神力似现神 不可思议结 算术莫能进 三世入中上 习可知其数 如来所实现 其数不可得 这两个计算 嗯 一个是明 没有进 什么无尽呢 能陷无尽身 佛身无尽 嗯 众生有好多 要能指众生说 佛就现好多 嗯 嗯 所以说 一一入入来 神力所实现的身 嗯 嗯 这是不可思议的 嗯 经过结实结波 是时间最强了 经过很长的时间 你去思议 求其数字 不可得 佛所实现的身 它是妙容的 妙容的 是吧 是吧 是不可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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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给数字 来计算 回十四一二乃至无量身 嗯 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所居住的国道 佛现的是释迦摩尼 这是一神 嗯 咱所见到的 咱所见到的 嗯 但是佛是实现无量身 嗯 在地藏间佛跟 所以 地藏王菩萨说 说 我并非以佛神 在这个世界度纵上 我现的是 身温身 圆觉身 有什么身都实现 是无量的身 嗯 那咱们所知道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是佛神 嗯 那是佛 佛自己跟地藏王菩萨说 那别的经论呢 也这样说 我要四现一身 四现无量身 那咱们众生呢 佛是现在实践摩尼 我们就知道一个实践摩尼神 其他的身呢 就不是佛的名号了 那我们就不晓得了 嗯 嗯 所以说佛的境界 能够在四方一些插斗 四现 种种身 种种身 其实就是 一身 那叫什么身呢 随缘 起 缘起起量 有缘者就见 嗯 无缘者就不见 在这个问题上 下一个寄送啊 举个比喻 比喻 敬满月 浮现一些水 影像水无量 本月未成二 说天上的月亮 天气很清朗的 每个河呀 每个水源啊 水池啊 都能见着月亮 嗯 那月亮只是一个啊 本月未成二啊 千江有水千江月啊 一千江有水 就千江个月亮 那月亮只一个 未成有两个 说佛也入圣 佛立于众生就像月亮神的 他现千百亿化身 其实就是他本身一身 是 释迦摩尼佛也是个化名 那他实际的名字呢 叫毕露诸诺 毕露诸诺佛 毕露诸诺佛是他化身 他的露诺 化身 化身叫释迦摩尼 那在这个世界上叫释迦摩尼 那 毕露诸诺在别的世界上化的身 又不叫释迦摩尼了 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 咱们得人善 也就是啊 也就是啊 每个道友们 没求加钱 他都有在家叫淑名 他除了加了 那个名字没有了 他现在叫个生名 这个名字是假的 随便可以改换的 可以男的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假的 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假的 那今生献的人神 他生呢 不是人神了 那随便夜暴转了 说六道沦陷的 都如是 但是佛不是这样 佛就是一个 利于众生随众生心 而献的 有缘的就献了 像月亮 哪有谁哪献月亮 哪有缘哪献佛 无缘的不限 这是什么呢 就是无奈的智慧 成就的佛国 是吧 若是无奈自成就等正觉 普现一切差 佛体有二啊 佛也这个所思现的 度纵上的体 是无二的 体无二 化现无穷无贱 实在一切差 咱们只知道 释迦摩尼佛 在娑婆世界 咱们现在居住南章步骤 这南章步骤 其实实在无量世界的时候 释迦们都在现身里 都在度众生里 咱们所见到的释迦摩尼佛 在印度这个 八十岁了 是些圆寂了 是咱们建的 天人建的就不是 说释迦摩尼佛还没入涅槃 后来印度 093讲法国经理 这是张天人说的 张天人跟道玄律师说的 他给道玄送饭 说道玄律师受天人供养啊 这张天人给他送饭 他就问释迦摩尼佛圆寂 现在又到哪儿去化度众生去呢 天人说你问的哪个释迦摩尼佛啊 那他就说明了释迦摩尼佛还多呀 他说我只问的那个 道玄律师说 我问的是印度那个四县城主 他说释迦摩尼佛没入面 我给你送饭的时候释迦摩尼佛还得013 讲法国经理 从这个故事去显现 佛的体啊 随缘而是现 佛经常在我们宗中现 哪位是释迦摩尼佛咱也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这个智慧 你有智慧就知道了 佛体是一个 能在一切似佛杀之中死现 不一定死现佛神 佛不是跟我们说弥陀经吗 也许是释迦摩尼佛就在 阿弥陀佛那国度 帮着做众生的 佛佛都入世 阿弥陀佛也到我们这个国度 实现做众生的 大家知道天台山的风干比丘 唐朝的时候 大家到那个天台山国经寺的三圣殿 风干就是 实现阿弥陀佛 哈善士德 就是文说不现 叫三圣殿 你知道他是吗 他现的一个老比较像 还是苦恼的 一天风风遍遍的 这三圣四圣的 都是风风遍遍的 跟一般的出家人不一样 这就是四圣的 这是谁所应化 四圣无量神 文若夫斯利菩萨也是四圣呢 四圣无量神 不应得四圣人 文若斯利菩萨四圣一个柱 变化猪 变化猪 他就斗猪去了 猪的名字叫白河 那个老和尚朝五代三的时候 这一个 另一个老者 一个老者 不是出家人 说你给我带封信去 到母母县 母母村 你帮我送给他 说给谁啊 叫百合 那这个老修相 到了那个村找百合 没有这么一个人 找不到 吴行送他这走的时候 看见那个喂猪的人 喊那个猪 百合百合百合 他那就过了一个猪 那老兄说 百合就是他呀 我说 这老姓也有点倒横了 没点倒横 不会的了 猪就跟那 他这老和尚跟那猪 跟那猪说 说百合呀 我带了一封信 把那信递给那猪了 你说是个猪 只能看信呢 那猪一看见信 两个前脚往上一扬 就死了 就死了 这时候就是 讲的什么 完了就说 这是谁呢 文殊大事实现 所以说 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对任何的 有情界 不起轻慢心 如果你是菩萨心 你看些都是菩萨 如果你是佛心 看些众生都是菩萨 因为你很烦恼 我也很烦恼 我们看见众生就是众生 人就是人 所见的不同 嗯 这样知道 知道 非心所行处 不是心所行的地方 非心所行处 这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能够得到 关心无奈 你常识入世观 常识入世观 就能得到这种的利益 得到这种利益 在一切过程中 能献无量的深渊 神不在处 以不住于法 你所信的得 所信的得 得就是得道于心 一切诸佛呀 都能以他的神力 实现一身 这是不可思议的 嗯 假使说 三四的众生 你都能知道他的数字 那佛所实现的数字呢 你得不到的 你不可能 有时候佛是一身十二身 乃至无量身 嗯 这个形容着就像月亮一样的 啊 月亮一样的 能献一些水 而月子是一个 佛也入身 说佛是一身 不可以 说是二身不可以 说多身也不可以 就是不可言说 用众生的思量进去度 不可度 度量的度 嗯 就说佛的体啊 相信佛的体是智慧身 咱们自知 你的自知有好多 就能像好多身 这样一个含义 所以咱们